不過在東亞地區最近的確有很多的國際焦點可以帶你來討論 你知道在董寧年前中國的公安部他們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他們把緬甸北部的國感電信詐騙犯犯罪集團的重要頭目移交了 而且這一回中國公安的戰果 外界認為是緬北電信詐騙的四大家族基本上已經覆滅 但是緬甸的詐騙集團到底干中國什麼事 中國到底怎麼有辦法辦得到把這些詐騙集團統統給抓起來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四大家族 你現在圖片上看到的包含了白家魏家還有兩家劉家 他們其實在過去在緬北地區設立了各式各樣的據點 甚至還武裝護詐 他們主要針對中國公民來實施詐騙活動 甚至還涉嫌殺人傷害還有非法拘禁等等 真的可以說在當地直接可以稱他們是山大王 掌握了政治經濟甚至是軍事命脈 那由於現在緬甸的區政府依舊勢力龐大 因此這一群山大王或多或少也得到了緬甸軍政府的支持 就像剛剛前面有提到的他們其實也掌握了軍事 但是中國還是從超過十萬人的詐騙集團當中瓦解了這四大家族 原因是這四大家族成也詐騙敗了詐騙 這個故事要從二零二一年緬甸開始軍事政變說起 當時軍政府掌握國家之後民間的若開軍民主同盟 另外還有德昂民族解放軍 你現在看到這三個民間的武裝組織以及其他的分支 組成了所謂的三兄弟聯盟 他們當時的訴求就是還權於民 因此就跟當時的緬甸軍政府來做對峙 中國就是趁這個對峙的機會同時支持這兩股勢力 加強他們在緬甸的影響力 所以本來看起來中國還是透過政治手段想盡辦法要把邊境的詐騙給一一去除 但是在去年的十月二十號爆發了所謂的一零二零事件 在國桿發生了涉嫌電信詐騙的中國公民 還有中國臥底警察被殺的事件 前面有提到緬北詐騙機房瞄準的就是中國人 所以換句話說這起事件發生完之後 你緬北的這邊的犯罪集團除了騙我錢就算了 現在我居然還有公民跟警察在緬甸喪命 這怎麼可以呢 因此在十月二十七號也就是一個禮拜之後 三兄弟聯盟就對軍政府武裝部隊發起了攻擊 這對於三兄弟聯盟來說 這一場攻擊有三大目標 首先是保衛領土 再來是清除軍事獨裁 最後就是打擊邊境的電信詐騙 但是打詐騙這件事 其實對於三兄弟聯盟來說 並不是主要的任務 因此這個行動就被分析說是為了要尋求中國的軍事支持 中國跟三兄弟聯盟可能會有檯面下的合作 不過另一方面 中國跟緬甸目前實際的政府 還是有一點一三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倡議 因此緬甸的軍政府 還是把中國視為是正反政府的中立國 這也因此中國從去年開始 到目前為止 半年過去了 他們成功減低了邊境詐騙的問題 同時也看起來耗費很少成本 達到了最後的目的 這是我們今天要提供給您的國際焦點